突然拉伸的原因就是这样 房价也拉伸去了 租金也拉伸去了 这里面除了房价 我还有一个是房租 因为房租其实说明一些问题 就像刚才价格起来之前 一定是房租先起来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同比的房租 先来看一下公平 一个地方如果这个租金上涨比较高 肯定说明这个地方比较 那么卖盘的人都是很聪明的人 他们肯定知道这个地方买租了很好租 投资回报率很高 自然就会把这个房价给带住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房租的增长 房租为什么上去了 出来这起来 之前GVT也是一个价值吧 一直没人上 今天为什么GVT上去了 因为哪个幅马上要开了 1月 然后大家逐步看到这个地方的价值了 稍微多个提 新的帽 哪个幅开了2公帽 什么时候可开 1月份在GVT的房租开了 已经建成了 已经开了 也有些招商的位置已经开始 我们已经帮他们对接过了 然后GVT突然拉伸的原因就是这样 房价也拉伸去了 租金也拉伸去了 因为一个帽开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促进下去 首先直观的是这个帽有多少员工 住在周边 对员工就开始找周边的这些房子 所以促进转了白天三十 对 房价也上来了 原来买GVT的一些人费了 现在价格大了 我那个姐姐还是120块的房子 最低值的时候 回到五六十八市场价 现在涨回来了 市场价格很浑 到九十多吗 房价 你说的是跟区里对比最多的 对 那123年的8月的 这些价格你们看有没有问题 就是之前炒的过热 因为这边涨得太烫了 整个的价格就像一匙子水一样 往这边一晃 大家封这边去 我刚才在GVC 现在往下回 然后我跟你说 GVT的容金率也低了 GVT跟GVCI的 但是GVC推移 为什么GVT都不运走 那边别不想都在GVT 我自己说一会儿想 那边希望大家长得 那边希望长得这场寻 前年我带人过去看电视 在外五十万五百亿尺 然后到现在半年前 我在看最低价 你们能找到最低价是 6801倍 刚才是一个 然后那个地方的别墅 从外价600多万 700多万 一路现在长到1000万 外平址的房子 现在要长得在1200 1100万 谢谢大家